大家好,辽宁和广东的辽越二番战巅峰对话 目前已经演变成了张振林一个人的表演 随着第三节张振林的一个逆天进球 他本人本场比赛的得分正式来到32分 打破个人生涯的得分记录 而且他破记录的这个球真的是让人震撼和感觉到不可思议 此前张振林个人职业生涯的最高分是29分 还从来没有过30加 但是打广东他只用了上半场就拿到28分 第一节单节20分 当时就让人预感张振林是逼迫记录的 尤其是他首节比赛七投七中狂砍20分 一己之力打爆了广东 并且张振林这场比赛还有三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瞬间 应该来说他用这场球在向杜峰提问 他为什么没有进前一期的中国男人国家队呢 他用表现证明了自己绝对是国家队的最强人选 没有之一 张振林本场比赛第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进球 毫无疑问就是当时第一节的时候 辽宁队打出一波进攻狂潮 双方来到25比19时 郭艾伦在三分线外拿着球了 但是这个球呢 郭艾伦没有选择自己进攻 而是把球高高抛起 张振林从远处拍马赶到 飞身跃起双手 空中接力爆扣 这个球扣进 杜峰直接叫暂停 而且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细节就是 当时张振林激情和郭艾伦壮胸庆祝的时候 杜峰在远处愁眉苦脸表情非常的难看 他也没料到张振林打的这么好 广东全队第一节用十人论换拿了22分 张振林一个人轰下了20分 这种表现在之前的CBA是从未出现过 打广东上半场28分 说实在话了 你别说张振林是一个本土球员 放到整个CBA的所有外援里 几乎都没有人能够做到这种神迹 更不要说张振林还是个新秀 今年只是他的CBA第一年 这个21岁的天才外号是中国杜兰特 但是现在看他劲爆的身手 说实在话 张振林真的是杜兰特和格里芬的结合体 能空中接力爆扣 动作很激情 而且重点是他的三分线外投射手感非常好 整个上半场比赛 张振林就已经标进了七个三分 而且三分并动率在75%以上 第二个精彩的镜头是在当时第二节的时候 辽宁被追分 张振林刚上来 直接单挑现在本土的最强风险球员周鹏 他和周鹏就是拉开一对一单挑 没有人掩护的 张振林就是在三分线外连续两个夸家运球 加上体前变相 把周鹏的重心都晃没了 杀到篮下 单手高抛大板命中 这个球禁他八头八重 连周鹏一对一都完全按不住张振林 而且他是在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把球打进了 这简直是太神奇了 第三个就是张振林破纪录的这个球 当时第三节比赛 同样也是郭爱伦给他送出了一个空中接力 但是这个球呢 郭爱伦明显是抛的有些太早了 就是球过早的到了最高点 已经后面开始下落了 但是张振林在威姆斯就在自己身前 准备把球接下来的时候 他直接高高跃起 隔着威姆斯把球砸进篮筐 广东又叫暂停了 这个球简直是瞬间点燃全场 张振林和郭爱伦同时大笑 也是开始激情怒吼的撞胸庆祝 两个人都彻底疯狂了 郭爱伦也是疯狂了 因为郭爱伦知道自己上半场打的不好 他半场十投二中就拿了五分 说实在话 要不是张振林半场二十八分扛着辽宁走啊 这场球可能广东队没有马上布鲁克斯 他们半场都能领先辽宁 谁也不知道呢 杜丰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反正马上就是在场边看球 也是一身变装 而且看起来没有任何伤病 赛前的伤病报告也显示 马上布鲁克斯肯定是没受伤的 但是虽然说马上没受伤啊 杜丰就是不让他打 可是就这样 没有张振林这上半场二十八分 辽宁队可能还真的就顶不住了 也就是张振林这场球实在是太恐怖了 后面那个格扣威姆斯的空中接力 更是直接把辽宁的整个替补席都点燃了 这个球进 他本场比赛的得分是来到了三十二分 投篮命中率十六投十一中 三分十一投七中 一个年轻的天才球员 新秀赛季第一年 打广东的时候破了个人生涯得分纪录 破了个人半场得分纪录 真的是说张振林现在这个球员的未来 可能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所有人对他的期待了 他的下线有可能就是巅峰丁燕宇航 丁燕宇航拿了两件MVP 但是这只是张振林的第一年 你说他这种表现能不能媲美当初的小丁呢 绝对有机会 他的上限是什么 他的上限有可能就是未来的NBA了 可能他在CBA在成长三到四年 当发现没有人挡得住他的时候 他就应该考虑去NBA了 毕竟他这种统治级别的表现 我们上一个能够在CBA里看到 本土球员打出这种发挥 那还得是阿联和小丁 那还得是阿联和小丁